黄石国家公园是美国第一座国家公园 它位于怀俄明州蒙大拉州和爱德河州的交界处 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国家公园之一 它因独特的地质奇观 丰富的野生动植物 地热资源和壮丽的自然景观而闻名于世 2023年的9月我们用6天的时间 从湾区出发坐飞机飞达沿浮城 租车自驾 再次对黄石国家公园及周边 进行了一次美妙的深度游玩 我们再次被它的美景所震撼 我们希望我们的镜头 能留下所有的美景和美好的回忆 并把它分享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随着我们的镜头来一起游玩 现在是9月10号的下午4点半钟左右了 我们游玩黄石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 我们将到我们计划中的最后一个景点群去参观 也就是西母纸盆地 它呢位于黄石湖的边上 在黄石公园的南侧 黄石湖的西侧 这里呢有间歇权 也可以看到黄石湖 也是野流路雄长出没的地区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开车的这一段 也是常常碰到野流过马路的 那这前面又有一个反正是随时准备停车 给它让路就死的了 拜拜黄石白身 大野流 樱木纸权到了 从停车的情况看人不多 找一个靠近厕所的地方停着 就折了 结果这小小的站道我们就看见了 黄石湖和西母纸间歇权盆地了 看这个指示图 我们看到这是两个小内环圈 这个靠近这个站道的这个小圈 为0.4公里内环线 这个外环线为0.8公里 然后外面就是黄石湖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沿着这个环线来欣赏它的美丽吧 很漂亮 前方前方这里站的你看我的你看这个图像 我要站这里 你站那里上0.5公里 然后再往前站 搞不清的 上上下下左右又要摇下 还告诉你这一边的这些地都很薄吗 让你小心吗 这个黎菇 那里有蓝铃铛呢 这个下面蓝铃铛好漂亮的蓝铃铛 这才叫蓝铃铛 哇你看我 这个景这样子 我的相片了 它这个角可能也漂亮 我看一下 它这个视角 它这个视角是 我们再沿着这个一时针方向转圈 外面就是这个大黄石湖 非常的蓝 好漂亮哦 蓝蓝的湖 白白的云 看园景也漂亮 园景也漂亮 园景也漂亮 园景也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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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这个井喷发生在12万5千年前 西拇指仍然处于热活动状况 温泉离江池和间歇泉沿着海岸增济和渗透 神奇啊 神奇啊神奇 无岸见蟹犬 钓鱼锥 是这一个这个这个这个白色的 这边还有一个大泉沿 周五冷却的石块很多 就是中心这一点留着了泉沿 西拇指这边的这些间歇群 在和黄石湖相连 把这一块地方变得特别的与众不同 别有一番风味 这个泉沿也挺大的 而且这个证明它的温度还挺高的 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在蒸发 而且 你看啊 我说你看你看 你看到这个湖是像是就是这种水的颜色嘛 但是它一流出来 流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不同的颜色 这个证明它中间的矿物质就很丰富 这边是铁多一点嘛 这个就是黑泉 这个是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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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看了 那里好实了 还看不到底 这里看哪里呢 看哪里我是看不到底的 对啊 哦哦 那又是泉又是湖 哦哦 这里有个深渊池 手拍的看怎么样 现在我们找到了这个两个环线的中间相连的部分 那我们要出去的时候 发现这里还有一圈很漂亮的地方 右边 大幅的左边 这个是双胞胎间歇圈 你看从这里看挺好看的 这个双胞胎间歇圈 这个是很漂亮的 这个是它的后面 满满的 满满的 六点了差不多要太阳 太阳 夕阳要下山了嘛 你看这个白骨 好深啊 哎呀 哎呀 看不见底啊 我都 看不见底啊 我看不见底 那边也好 那边也好 大白骨 几个 嗯 中间那个小的 在那泡 这里也深不见底的不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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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的蓝天真美啊 夹杀的湖 还有这个泥材 这里还有一个也在冒画 这个摊开了 好绿啊 像种的韭菜样的 前面 你看 喷出 这个圈 它叫这 它叫拇指漆罐 也可以叫拇指油彩罐吧 就叫它 摊在那里看了啊 哇 红色的颜料 白色的颜料 哇 那边是绿色的染料 你看没有 绿色的 红色的 白色的染料 全在这里了 形成了它这个漆罐 用彩漆罐 哪个蛋 这个蛋 哦 这里连着三个锅 四个锅 嗯 历史有说 以前的渔民在黄石湖 把鱼钓起来 就直接放在这个旁边的 这个鱼锥的热泉里面 就能煮熟了把它煮熟了吃 继续往前走 还有两个大锅锅 这里还有一个也在冒 哇 这个汤开了 这个一个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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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拉进的这个红色染料 红色调色版 好红好红哦 这边绿色的 哇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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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原料给它造一张绿色的 这里呢 还有两个颜色 小的是个颜色 里面又是个颜色 这就是美丽的西拇指 见蟹拳盆地的美景了 还有黄石湖 再见了 黄石的出口了 南边南大门 啊 再见再见黄石 黄石再见 这次可能十年后再来了 感觉非常好 开房车来了 下次开房车来了 下次开房车来了 不注定了 水又拉了 水又拉了 下班了 这边的树全被上火烧了 这边经过一个大陆的分水岭啊 找个像纪念纪念 海拔8391 大提顿国家公园 我们要来了 还有两分钟的车程 我们的车子就要进入大提顿国家公园了 它保护的范围主要包括提顿山脉 和这个杰克顺谷 大提顿国家公园适合登山 徒步 钓鱼 赏风等多种休闲活动 有超过1000个露营车位和320公里长的步道 大提顿国家公园 我们来了 首先我们将跟这个标志打卡造像 我们今天呢将从这个入口进入大提顿国家公园 然后穿过去 从另外那一边出去 入住到边上的杰克逊小镇 然后我们明天将再进入大提顿国家公园游玩 大提顿国家公园 现在是9月10号的晚上7点半了 我们已经进入大提顿了 这里是著名的Jenny Lake Jenny湖 我们下来照一照晚上的夕阳 扫一圈 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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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 你们下班了 杰克逊小镇我们来了 我们今晚将入住这里 明天继续游玩大提顿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 别碧 我们下集再见 记得 我们下集灵 我们下集再见